欢迎大家收看 在科学新知的贺连特别版 时证已经是甲晨龙年 大年初六 小弟在这里仅代表台长 以及一众科学新知的工作人员 祝大家龙马精神 万事胜宜 在新一年里 无论大家身心健康和知识 都像科学新知一样 就与日俱增 台长就很快回来了 但是科学的新闻就没有停过 所以这个礼拜 小弟继续找到一些最新的消息 就跟大家去报道 现在画面上大家看到 其实就是讲一个 关于未来人类在月球上建立基地 一些最新的动向 如果大家很记性的话 我们在很多之前的集数 一直都和大家追踪着 人类去探索月亮 甚至火星的大计 很多时候 你探索的话 不只是去放一些探测的仪器 尤其是在月球来说 我们很希望准备一下 真真正正有一些比较长期注册的用具 就放在月亮身上 很多计划就已经有了日程 以及已经按着这个时间表 就一直一直去达成了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在这一节要和大家讲的 就是刚刚这个星期有个消息 其实美国太空总署已经计划好 准备去将一些很轻盈的 一些核子的反应堆 准备是带去月亮上面 先前很多东西留在概念那里 为什么这个星期又会有些新的消息出呢 其实太空总署 他也都在刚刚这个星期那里 批了一笔钱 就给三个机构 去准备继续去探索一下 究竟如果我们月亮去有基地的话 那个核子反应炉 去帮我们去发电供电的话 是可以有什么可行的方案呢 其实他批了给三个机构 就有些大家耳熟能长 其中一个 就是叫做Lockett Martin 你知道是一个美国很重要的 军工的一个机构 但是关于这些太空科技 他也有探索的 另外有一个就是我们去以前 讨论一些 地球上变用核能 未来世界的新版本 一些叫做SMR 微型的 无组式的 这些这样的核子反应堆 其中一个的开发商 叫做Westinghouse 其实呢 在早个多月前 我们也有报道过 这间机构 它是公布了一个 它自己版本 声称可以准备好 给太空总署 带上月亮的一个 超微型的核子反应堆 而这个模型 正正在画面 我头壳顶上 那一块这样的 就是那个核子 它不是纯粹一个概念的设计 它已经有了原理 也都有一个基本的 一个比较小规模的 运作试验在这里 另外 第三个机构 就是一个IX年 和波音飞机公司 它也都 是参与这个开发 这些在月亮上面用到核能发电的 那些这样的机构 其实呢 有一些 我们也有提过 但是没有在 这次这个太空总署 讨论的范围之内 譬如说英国的 勞斯莱斯公司 也都已经有了 他们的概念性的设计 是准备好 摆上月亮的 那个核电机构 当然 如果在地球上面去供应 我们人类文明 运作的核电机构 出来的规模和功率都要很大 另外 有一些比较小规模 叫做 譬如 SMR 刚才说到的 那些比较小 小 模组式的反应堆 就是希望 为到在未来 可以在 无论在那个 轻便攜带 和那个 减少环境污染 和减少 那个 核电 那个 潜在的风险 令到周围 生存了 在周围 这个 环境 的人 是更加安全 应运而生的 一些设计 但是如果放在太空上面 我们也需要有 另外一些设计 我们很希望 更追求 轻便程度 更高 譬如说 它可以给我们 普通的一些 负载火箭 就已经 带了上去 在地球上面 这些反应堆 动摺 就是以 千吨 这样去计 如果放在陆地上 甚至乎航空母舰 都是以千吨计 有些 譬如说 核潜艇 可以放轻点 但其实 也是一个 不能够用到 火箭 运上太空的 一个 重量 太重了 所以 如果我们 要在 月球基地上 放这些 反应堆 我们就要重新 去思考那些 更加轻巧的设计 我们可以接受到 就是它的发电量 是少一点 但我最要紧要 轻 以及 亦都要够 兼顾 以及 不需要 那么多地面上 附载的 一些地理条件 去帮它冷却 譬如说 地面上 核电厂 很依赖 有一个很稳定的 水源 来提供 冷却水 但是在月亮上 你不可能 这样做 所以 基本上 就有了 这个 就是太空设计 这个计划 提上了日程 现在预计 应该是 2030年 就一个关键 来的了 在未来几年 相信这几家公司 甚至乎 包括英国的 勞斯莱斯公司 应该 就会有 他们的 实际设计 走出来 我们很期待 就是说 当我们准备好 在月球建立基地 准备好的意思是说 我们的 很大型的 负载火箭 即是说到 SpaceX 那些Super Heavy 他们是 搞定了之后 然后我们的人员 再重新去驾驭 这些这么强大火箭 试飞过之后 我们就准备好 将这些 在太空上 需要用到的东西 无论是 这个发电的机组 甚至乎可以在 这个月球表面上面 去建造 一些的 房屋 结构 这些重型机器 我们都可以 摆上去 在这里 其实 开始说的这些 都是伴碟 来的 其实一个 我觉得更加有趣的消息 反而是这里 这一宗 为什么会和我们 前面的有关呢 这里给了一点点耐性 让我慢慢讲清楚 在这个星期 有一个报道 就会说到 原来 其实我们的月亮 在收缩 当然 你不要预期 突然之间 在几年之内 就少了一半 这样的收缩 其实就不是这样的意思 而是 它有一个 很轻微的收缩 这个轻微的收缩 是来自什么呢 就是因为 它一直冷却散热 原本里面 更加热的地方 它的热率越来越少 如果像地球的例子 里面还有很多的流体 甚至流体有时突破了地壳 噴出来的 在月亮来说 就没有这么多地壳运动 整体上来说 基本上就是 很大部分已经冷却了做固体 我们很可能 就会相信 就是凭着我们对于月亮磁场的观察 我们会认为 可能在月亮里面有很少量的流体 也不奇怪 但是总体上来说 它的热量一直在散失 那你只想一下 热胀冷缩 它一直冷却 就收缩 原本可以有些热量 可以撑得起 它的结构的地方 没有了那种支撑 它就塌陷了下去 所以其实 原来在月亮上面 也有很 我们以为 很轻微的地壳运动 是来自月亮本身的月球核心的热量散失 在长久之下 整个结构就塌了下去 我们现在真的观察到 它的月亮在收缩 我们不是透过量的大小来看 它真的小了那种收缩 我们怎样知道 其实很有趣的 我们会留意到月亮上面有它的 很微小的板块活动 或者不要说板块 它整个很大型的月亮 固体结构的一些 相互的运动 简单来说 就是 月球有月亮的震动 月亮的地震 地球的地震 你会很容易明白到的 就是它的板块之间是磨擦 它们由岩漿那里获得它的能量 令到上年的板块浮下浮下浮下 有时你撞下我 有时互相离开 月亮又怎样呢 原来也有 但是图像就没有地球那么活跃 它一直收缩下去的时候 就不是说一块地壳 这么简单 是整件的 几构的地壳板块 就互相好似 嵌来嵌去 缩来 就是一路缩来缩去 这样 就一直向着中心 因为它们的万有引力缘故 就向中心一直收缩下去 所以有时 这一块板块 和旁边的板块 它都会有磨擦碰撞的 大家是转向里面跌下去 在最近 其实我们也有一些 在月亮上面的仪器 是放了上去 来观察着月面上的震动 我们譬如说 观察到很多月面上的震动 是来自什么呢? 就是来自 运石撞击到月球的表面 于是乎 就像个炸弹炸下来 就能量到 当然 如果这种震动的话 是由 运石撞到表面 震动是 在月球的表面 是月表的地震 但是 这个仪器 同时也能量到一些信号 来自 月亮以下的地层 就是说 其实我们以前也提过的 地球有地震 月亮有月亮的地震 或者索性就叫做月震 我们会这么说 又要留意一件事 跟我们先前说的 建立月球基地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这个新闻标题也有提到的 在我们 准备去放置月球基地 比如在月球南极的位置 我们很惊喜的 我们试过找到一些地方 温度比较温和 甚至乎就是说 可能会有水分 有冰的存在 可能是干冰 可能是水的冰 可以 造就了一个条件 就是说 我们地球在上面建立基地 会有水源 另外就是 亦都有 比较温和的气候 所以我们 耗费能源去 令到它可以维持一个 比较 适宜人类生存的环境 相对的成本会较低 另外 还有一点 就比较有趣的就是 在月亮比较南极和北极的地方 反而是比较 有一个稳定的日照 可以 于是 令到我们的太阳能接收板 是可以搜索太阳能的 在月球的尺度位置 它就是半个月时间有太阳晒到 另外半个月时间就没有太阳晒到 但是 在半个月 就是以地球来算的半个月 即是说 它是一个的宙夜 就是周期是整个月的 不是我们24小时的 所以在月亮上面 如果你选择在尺度建立基地 就有时要熬十几天没有太阳照到 所以就不太好 但是反而在南极和北极的这些地方 就反而 你就可以 比较 去找到一些地带 是长期有 就是太阳去照到 所以我们想到 要在月亮上面建立基地 就不太猶疑的 多数我们喜欢选择 这些南极和北极的地带 而我们 现在留意好 也是留意到我头壳顶上 有个图 那个图是什么来的呢 灰色一粒粒的上面 原来就是那个月亮的南极 影上去的照片来的 那些很多的隐石坑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 灰灰黑黑的 那上面有些 好像那些 紫红色的 那些点是什么呢 原来就是我们 摆上去的仪器 測到月阵 可能的阵央位置 然后如果大家很眼力 还会看到一些 很浅蓝色的四方框 那些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我们准备去计划 建立月球基地的一些位置 那就有问题了 你会看到现在这些 紫红色的点点 和这些浅蓝色的四方框 距离很近的 就是说 我们随时会将这个月球基地 建立了在月球 那个比较地震活跃的地带 那你都知道了 在地球来说 你如果有个核电厂 放在一个 地震活跃板块的地方 我都很疼恨的 你会看到台湾的朋友 当他决定要不要 建核电厂的时候 他们一定要关心到 是不是 地震活跃的地方的问题 在月亮建立的时候 我们也要想这个 大家可能会问 月亮的地震 厉害不厉害的 原来都曾经试过 试到相当于 地球尼克特制 5级的地震 5级的地震 其实很厉害的 你说如果3级的地震 我们已经觉得 一路移动 以及看到外面的东西 有些移动了 就不是移动得很紧要 4级5级 5级的时候 一些比较不稳定 结构的楼房 已经可以倒下了 在月亮来说 当然我们不会建高楼大厦 但是如果你有个基地 建立 有一件野放在 那件野够硬硬 真不倒 那也算 OK 但是 现在我们最害怕的 就是 我们去理解月球表面的地质 就是 它是经历了很多的运石撞击 就是很多的泥沙 你可以当一个 很多地方是有些沙漠 不过就由月球的泥沙 去组成 只是沙就说不上泥 因为里面没有太多水 那么 万一 你想想如果一个沙丘 突然之间去震一震 在地球的冰山 或者在沙漠来说 你可以看到有个塔含 是不是 山崩 雪崩 这些 如果在月亮上的月球基地 遭遇到月震的时候 就算我们不怕它震烂 将我们整个月球基地 原本埋在地下的 继续挫下去 再跌深一点 那你要挖回它上来 也很麻烦 随时令到我们 断了地面上的 通道运输 甚至乎它整个 总之那些东西就 和你跌到乱了 你就在 好像在一个沙地上 去建 一样 震一震 全部是 结构散了 所以 就 的确是一个问题 所以 现在 在我们未正式去建立这个 月球基地 亦都未正式 放在我们的发电装置 无论是太阳能 核能 这些东西 上去的时候 我们真是要很仔细 搞清楚这个 月亮的 板块运动 究竟 去哪个位置 活跃一些 还是不活跃一些 我们是需要 继续搜集多些数据去了解 但无论如何都好 我们都相信 就是说 在我们去找得更加清楚 这些月亮的 地质问题 之后 就好像我们地球的经验一样 那我们就可以选一个 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 就算在现在画面上 看到 很多我们众多认为 好像危险的地方 慢慢去排除 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我们就真是可以 将我们的 月球基地 以及整套的 那些 基础建设 就放在 这个月亮上 那 这一节 讲这些 未来探索月亮 所需要的 关顾的东西 暂时来到这里 那我们 未来一定 会看到更加多 关于 这个工程上 的一路的 进展 尤其是我个人来说 我最关心 就是 那个 能源装置 以及 火箭 那究竟 会不会有 新的消息 给我们看到 好了 真正的 这一节来到这里 我们下节继续 我们下节目的 就会让我们下节目的 和我们下节目的 我们下节目的 快乐 都在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